好那么男女主角也意外爆红 这一位工具人呢 他其实是一位台俄的混血高材生 而且曾经是橄榄球员 而公主病的女朋友model 则是台义大美术系的硕士生 两个其实都很面熟 因为都拍过很多的MV广告 不管是做起搞笑的空手道广告 要天天看看 你跟宝宝说什么 还是拍摄感人的微电影 这位拥有浓媒大影的主角 是不是越看越眼熟 他就是近日爆红的工具人肖伯俊 本名叫做梁杰里 是台阿混血儿 曾就读北京师范大学 母亲为台湾人的阿根廷乔生 还曾是台湾青年 橄榄球代表队成员 2010年回台湾服完兵役后 拍了多部广告那女主角呢 今年9月才参与歌手品贯的新歌MV 超商广告中使唤肖伯俊的女主角 真实名字叫黄许葳 台一大美术系硕士生 目前是演员模特 拥有一头美丽长发 没想到拍了超商工具人广告 引发争议 成为公主并女友代表 她特地在脸书自清 黄许葳表示 我错了 下次遇到这种好男人 我会好好珍惜的 还做事要下跪 搞笑回应引发讨论 怎么也没想到 因为工具人广告 另类捧红肖伯俊 让男女主角两人受到关注 记者纵红报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